今天新增的確診中 有一位是亞東醫院的護理師 不過這一名護理師 沒有負責專責的病房 目前感染源還不明 他曾經在板橋大圓 擺的海底撈用過餐 新北市已經發簡訊 提醒當時與確診者 同時間用餐的民眾 而海底撈板橋店 則是消息兩天來清消 並且要求員工進行快篩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陸續有三名 護理師確診 現在新北也有一名護理師確診 是一名三十多歲的亞東醫院 女護理師 並非負責專責病房照顧 她十一號接種第三劑疫苗 十二號採檢陰性 十五號因為身體不適 再次採檢 陽性確診 全案匡列家人等接觸者79人 採檢權為陰性 除了79人將再進行二採 亞東醫院將會對全院 包括清潔人員等五千多名人員 全部普篩 目前他照顧的這些 所有的病患 由於這名護理師十號 乘到板橋大圓 擺的海底撈板橋店用餐 新北市府會發出九月三封簡訊 提醒當時與確診者同時間 用餐的民眾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而海底撈板橋店則休息兩天清消 並且要求員工進行快篩 那我們的海底撈跟公司有收到消息之後 那衛生局是有要求海底撈 就是當晚就要立即停止營業 要求就是那一天有上班的海底撈的同事 我要去進行PCR 新北市十七號新增兩例確診個案 除了證明護理師外 還有一例是土層確然性 為北市聯移仁愛院區確診護理師的男友 已打過兩劑疫苗 十號因為女友確診 被匡列採檢陰性 居家隔離 十五號身體不適 採檢陽性 以匡列十七人採檢 至於新北市的疫苗護照 十七號正式在校園啟用 侯友宜上午到新北高中視察 比照一般民眾出示小黃卡 強調民眾必須施打兩劑疫苗 打滿十四天才能進入校園 以保護學童的防疫安全 記者陳嘉欣 張吉佳新北市報導